幸福了 再带一个小小 他爷爷要送给我们了 水里玉丰国小自921大地震后 长期是受到国际师子会的协助 包括校园重建 而今儿又再次回到校园 进行爱心捐款 令校方是非常的感动 整个玉丰国小 即将整病的前夕 今年的玉丰分校 可以说收到的祝福是最大的 特别要对蔡爷爷所率领 我们师子会的这些师友们 再一次的感谢 水里这些学生 他们其实上学是非常辛苦 我们要提供一个非常环境 而且让他们在学习上 有没有这个后顾之忧 尽量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这次国际师子会 在玉丰国小即将冰校前 再次回到校园来协助学校的学童 在地议员是表达感谢之意 也期许这些学童 能够记得外界的善心 未来长大事业有成 也能够懂得回馈社会 希望说我们虽然是偏乡 但是我们人穷 智不穷 希望同学们 能够在学业上更加的精进 然后以后进入社会以后 有所成就 也一样要怀抱着感恩的心 来回馈我们的乡里 每年我们师子会的 所有师兄师姐们 都会回到我们玉丰国小 来关心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我想师子会以服务为精神 这种无私大爱的抱负胸襟 值得我们所有人来学习 这场除了师子会的爱勋捐赠 也看到南投国民党部 也配合此活动 透过水里主任委员 议员陈淑慧 颁发奖助学金 以协助玉丰国小 以及水里国中的贫困学童 我们今天水里去党部 藉由这场活动 做一个结合 希望说 这个小小的一笔金会 对所有的这些小朋友 有所帮助 学习的人生过程当中 永不放弃 能够加紧自己的一个精神 而且能够改变 他们未来的一个环境 虽然玉丰国小 明年就要并效为水里国小 但是指挥的师兄们表示 将会持续为县内的 偏乡贫困学童 提供生活上的协助 也希望他们的善局 能换取更多 社会爱心人士的响应 米熊 黄玉怀 水里采访报道